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重庆的立体交通被人们津津乐道 高铁穿楼的沙平坝高铁站是又一个新的创举 它也是全国首列高铁TOD TOD是一种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 以交通站点为中心建立广场和商业生活圈 重庆市沙平坝站铁路综合交通枢纽 堪称是一个关于垂直城市的大胆想象 它在火车站上加了一个盖子 盖子上方六栋商业综合体大楼拔地而起 盖子下方挥积铁路 地铁 公交等多种交通形式 如何让不同业态的建筑和谐共生 是对设计和建设团队的一次严苛考验 针对建筑密集区大型研制神迹坑 陆基设计团队研发出鱼骨型开挖结构 在一条主通道上开辟多条支通道同时施工 平面类似于骨型的开挖方式既安全高效又节约投资 隧道设计团队还研发出五种新型的连拱隧道结构 大大提高了地下空间的施工效率 2020年底 重庆市沙平霸站铁路综合交通枢纽 历时12年设计施工终于创始而出 它大演于世 站成高度融合的设计理念 不仅实现了高铁穿楼而过 更成为高品质的城市商圈 大大提升了居民生活的便捷性和幸福度 随着铁路建设提挡升级 一条条钢铁动脉东西畅达南北贯通 悄然改写着山城的时空格局 雾起驼江 云端上的建设者们正在修建 于昆高铁重点控制性工程 驼江特大桥 他们要在近30层楼高的高空 进行悬壁阶段挂篮悬交作业 滚滚长江水下 于昌高铁的建设者 正在开挖全国最长水下高铁隧道 重庆长江隧道 这里要组装直径12米多的巨无霸顿构机 已完成约4公里的隧道开挖任务 石良河双线特大桥 国内高铁建设中跨度最大 墩深最高的P形钢构桥 最高桥墩由近130米 约44层楼高 一个个桥墩向着远方延伸 升级蔓延 成鱼客专 鱼万客专 成为成鱼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交通大动脉 地铁式高铁 正鱼高铁已经采通 全长18.9公里的小三峡隧道 是亚洲时速350公里 单栋双线最长的无闸轨道高铁隧道 梅西河双线特大桥 国内首座时速350公里 跨度最大的高铁无闸轨道拱桥梁 彭西河特大桥 更是创下两项中国之最 它拥有目前国内最高的冲装平台 以及吃水最深的钢吊箱 也是国内第一深水装机窍 在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的号角声中 千年数到难 已彻底成为历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